请收看 维新世界 天下一家亲 圣举中的强图 一万一心 何够随那种 同时在今 永远容易将军 以我全世之不患 忘记整整理由心 同时在今 永远容易将军 各位善心大德 贤士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天下一家亲 天下一家亲的节目是以世间庙法广传 邀请世龙工商各行各业 将专业人士投入智慧的心情 传播天下本一家之和谐理念 广传关怀与温情 能使我们的家庭 社会 国家 在一片祥和之中达到天下一家亲的真实意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新一枚亚洲国际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总经理 也是朝阳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学门讲座教授 黄春玉 黄总经理 黄总经理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黄总经理 其实跟你交谈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发觉你的心境真的非常的伟大 帮妈妈规划了妈妈喜爱的这个杂货店 虽然一天做不到几十块的生意 为什么还要再维持下去呢 谢谢主持人 我想这样子 其实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到妈妈这个阶段 就是这个年龄 那人最怕闲下来 那我们家这个杂货店 是早期爸爸留下来的 那我们村子里面 早期就这个杂货店 那其实现在乡下的这些乡亲也都知道 这个杂货店目前没有功能 现在唯一的功能是因为我们在庙的旁边 有没有金座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就是金座 还有一个就是米酒 25块的那个料理米酒 因为冬天到了很多人要这个炖煮 麻油鸡之类的 那这家杂货店 其实我觉得会让我妈妈延年益寿 为什么他最大的寄托就是 还有人来找他买东西 虽然价格他不一定知道 但是他做得很快乐 会不会算错钱 一定会算错的 我现在不是赚赔的问题 事实上妈妈有一个寄托 因为我妈妈是做这个生意是五本生意 五本的意思就是那都是我去采买的 他不知道价钱 他就是平常25块就是25块卖到底 鸡蛋36块就是36块卖到底 因为我们乡下那个鸡蛋都还是秤金的 有一阵子鸡蛋到38 39 他还是卖36 但是我刚才那个重点不再让妈妈去做生意 让他有一个寄托 被需要的感觉 然后田里面帮他种一点蔬菜 有空我就跟妈妈讲我今天没有空 你去帮我浇一点水 像这个清明那段期间四天 我跟他种了150颗的水果 我就跟他讲这条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就是让他妈妈每天都有新的话题 其实你说他问我说这个水果明年能不能吃 我说你放心 明年我会弄几颗特别甜的让你吃 纵使没有生我都买几个假的 把它放在那里摘给他吃 因为那是他明年的期待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其实人最怕没事情做 那我觉得那个也是他以前一直经营下来的一个事业 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说 妈妈 我都叫阿姨 我说我们这个把那股票上市 他说什么叫股票上市 我说股票上市可以赚很多钱 他说可以赚多少钱 我说就跟他讲可以赚很多钱 但我常常 因为人就是说妈妈到了这个年纪 其实他的思维有点像小朋友 你如何让他高兴 如何让他有新的议题 其实他就忘了自己的年龄 没错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就是说 有一个也是嫁出去的女儿 他看到妈妈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说 妈妈对到了就是我们的发票 对到了他就最高兴 所以呢他如果知道同事之间 有人对到了发票他就给他买过来 比如说我对200一千我都给你买 因为他没损失嘛 但是呢他就把他冲混在他的发票里面 让他妈妈一个去对一个去对 对到了时候他就很高兴 哦我中奖了 这种的喜悦就是妈妈 让妈妈快乐 真的为人子女的真的是很巧思 但是呢就是说为了让这个妈妈呢 能够每天过得很快乐 我想您的卖的鸡蛋也好 卖的金子也好 米酒也好 赔钱的不是钱的问题 是太好了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像我们黄总这样一个企业的体系的 一个带头的这个掌舵的人呢 一个企业真的需要赢的优势啊 我们知道就是说 不仅公司内在要失职 而且呢这个供应厂商呢 产品也要好 再来呢当然就销售人员 也要正确的理念 另外呢就是顾客反应到底好不好 这关系到一个整体的一个链在一起 所以我知道就是说我们的黄总经理呢 您在朝阳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呢 也兼这个产学链的副院长 还有就是说学门讲座教授啊 这个产学链到底是什么 我想学习一下嘛 谢谢主持人 其实产学链是 现在其实台湾的大学教育体系啊 已经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以前都是这个进入大学四年都在学校里面读书嘛 那现在就是说大学现在有产生了一些变化 因为就是说以前对大学生毕业以后 没有办法立即跟社会就企业的需求连结 那现在大概一般在大三他就要出来实习 就是说他相关科系的他出来实习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啦 就企业经营来讲 因为我们需求的人才 一般以前我们对大学生就是说刚毕业的一般企业不大敢用 为什么他学了老半天实习到职场上不一定马上可以用 但是现在透过学习的这个机制 就是说实习的这个机制啊 他在校外可能实习一年 其实再回去一年他毕业以后 其实他的水温就不一样了 就是可能就我们一般讲就可以无缝接轨了 免得说我还要再培训你三年 让你适应个一年 然后年轻人的定性又没有 他一年换十二个老板五个老板那是很正常 那你在实习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他的表现得体 企业也蛮喜欢 那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工作 他还没有毕业工作就等着他了 未毕业已经先入行了 所以当然我有这个机会 也要感谢朝阳科技大学给我几个机会 也要感谢我们李院长 李苏向院长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一份工作上面 第一个是我自己的喜欢 第二个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做一点事情 真的可以做一点事情 我们可以把去业的需求带到学校去 然后也可以把即将毕业的同学 如何让他们提早有一个心理建设跟心理准备 那又适应一个新环境又怕怕的 但是能够在大学的时候呢 可以跟这些企业体结合 让他更了解知道说以后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呢可以做中学 然后学校回来又可以学习一些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这一块长阳科技大学做得很彻底 所以我也蛮有成就感我这样讲 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我看到很多同学他一毕业以后 然后到职场去 他完全没有适应的问题 因为在学校里面他有一个保护膳 但是到企业去以后他就各凭本事 你到底行不行 其实大概两三个礼拜就知道了 所以以前企业 以前企业界在用大学新线人的时候 都是头很痛 而且很严格 没有空间一进去就觉得怕怕的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名校毕业的人 他也不晓得天高地厚去吗 拽个二五八文 也不晓得融入 感觉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以前我讲说 他们在那个世界 在学校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 毕业之前他真的有满腹的期待 满腹的期待包括说 这个钱多事少离家境 位高权重责任轻 工作可以数钱可以数到手抽筋那一种 那其实来到浪漫的 所谓浪漫理想背后的现实 来到这个社会不是这样子 所以产学链其实这一块就是说 让他在学在产这一块 他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他有机会先跟企业做一些连结 做一些实行 像我们学校很多同学在海外的 我们很有成就感的就是 他回来以后真的就可以取得平衡 不会永远像在学校的这个象牙塔里面 很生冷 那生冷你一出社会 那真的不能用 尤其前面那一年 他要适应这个社会职场 那你对他讲太痛苦了 那也让他早一点去体会 什么叫做学 什么叫做 那我请问一下 如果说像这些学生 他现在出去跟社会整个结合在一起 产学合作的时候 他们有基本工资吗 有的有有的没有 有的企业组会提供给他们 那吃饭怎么办呢 他不会赚钱 现在是这样的 政府现在有这个状案 现在政府有这个状案 一般企业会给 会给一点吃 像我知道的 像我们都休闲管理系的同学 他们在饭店施洗 那真的是很扎实 像这两天我到日月坛去 我才知道我们同学 他一个月还有两万四千块的 不是喔 而且他可以吃饭店耶 对啦 太好了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 就是说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 而且格局会变成你的定局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关系到一个人成功与否 那当然喔 师父毁人禅顺他讲过一句话 而且从他的 我们的安心法记里面 提到这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受用 他说心眼看远前程是紧 心量狭小你的步步就难行 所以说其实一个企业家 应该是你的心眼要放得很宽 很大心量要很大 去接纳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黄总经理 目前企业界的一个管理者 应该具备的行销态度 这个是很深的学问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 刚才我讲的所谓态度态度 就是说你本身来讲你够不够 我刚才那句话讲说 你本身有没有那个条件去当企业家 那什么叫有没有条件当企业家 就是说你的看的高度以外 你的深度 还有你在面对事情发生的态度 那个是关键 你说一个企业不可能说一路顺遂 一定会有一些过程 我常常在看这件事情 当事情的发生 才可以看出一个企业经营者 你的价值在不在 平常无占事看不出来 我常常在讲这一段的比喻 就是说你开车直线 就是说直速这个开车 那你都感受不到 重点在转弯处 那企业的经营能不能凸显出 你是一个企业家 或者是你只是一个生意人 那真的就在转弯处 尤其你碰到瓶颈 碰到挑战 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所展现出来的格局 跟处理事情的态度 才是真正的关键 哦 是 是 所以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直销的 每一位的人员 他们如果说什么事情都要做 什么事情都要做 也要带领人 这样子的话 他们算不算一个小企业家 当然他们是一个企业家 其实我跟主持人 还有观众朋友报告 其实直销 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行为 它还有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还有它本身的高度跟格局 所以刚才主持人开中名义讲 高度深度 那态度影响到他整个发展 这个事业要做 要做大做小影响很大 因为你怎么讲 这个心大 心量大 那百川 组织里面 人家为什么愿意跟你 那有一个重点是 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对不对 我所谓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对不对 是说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团队 而不是看到的自己 我们会去放大这个大的团队 而不会去放大自己 放大的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越来越大 我们把自己弄得很大 我们会变成这个团队里面的那一只螃蟹 大家怕你啊 你会咬到别人 那你这个团队绝对 我常常讲 一半蟹很快要转头 如果你当领头羊 尤其团队也是有领头羊 他这个每个队 每个队都有领头羊 我常常在讲 常常在开玩笑 我们公司有很多团队 我看这个领头羊对不对 我就知道那个团队做的大 然后炸得小 这个可以观察得出来 所以你也开始你要去诊断一下 这个一定要的 然后我们看能够 能够适当的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提升 尤其刚才主持人讲的 我觉得心境的提升 光教育不行 一定要内化 所以我们讲 教育跟训练是同时要存在的 教育只是告诉你 训练是让他是练习 然后去修正 做修 然后他才可以再调整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如果你要越做越大 没有人说我要越做越小的吧 你要越做越大 你真的你的态度 你学习的态度 你改变的速度 还有你的行动力 还有刚才主持人讲的 你怎么服众 我常常在开玩笑 一个团队就看那个领导者 人对了 这个环境不会小到哪里去 人不对 大的环境就玩小了 所以我们知道 黄总他是站在这个 企业家的总偷偷的一个领行的人 长舵的人 所以在你整个企业的体系 这些参与我们新医美公司的人 他们万一这个线 稍微有点偏差了 你就以企业家的心态 来诊断他们一下 会适时的给他们做指导吗 不敢讲说指导 会跟他们聊一聊 会跟他们分享一下 因为彼此都是好朋友 而且他们现在都是老板 对 其实这一句话是重点 如果他把自己当老板 他会做很大 如果他把他当成说 我只是一个销售 那纯粹只是一个商业 那所以说刚才主持人 谈的说 他们有 有时候跟他们聊一聊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 到底谁交谁 其实没有谁交谁 就是彼此的信赖 还有另外一个 是不是给他另类的思维 因为每一个人在这边 刚才凸显讲的就是说 他每一个人都要创造价值 他的价值从哪里来 他的价值是被需求来 那怎么样会被需求 因为你的量大 你的团队大 你被需求的机会越大 如果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 都没有人 我们都没有那个需求 其实那我们在这个团队的价值 也都不在 是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我们的老师 就像师父常常告诉我们说 万生万物都是我们的老师 每一个人都有学习的空间 那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就像刚刚我们的黄总说 你把自己放的太大了 那可你的团队就缩小了 大家对我们都很害怕了 你要怎么样带人怎么生存 那就困难了 所以黄总有曾经提到 这么样一句话 就是说 人性的概念是因为接触人事物 我们才能够了解 那当然了 我们也知道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 就是信赖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呢 我们的朋友 一直看到我们的黄总 在接受访问的 这几个单元里面 你就会发觉 黄总其实为人非常的诚信 而且给人有安全感 给大家有一个价值 你跟着他走 是很正确的 这是很重要 但是呢 还有一点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当你的这一些企业家们 他们碰到了瓶颈难题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开发他们的内心 哈哈哈哈 其实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大一样 包括我自己 还是我们很多同业的朋友 常常会问一句话说 哎 这个你们怎么样可以做那么大 我说其实我们不是做很大 我们就只是重复再做一件事情 那你刚才主持人刚才谈到就是说 我们的组织伙伴碰到瓶颈 或碰到了一些困难 其实 这应该是时常吧 常常 但是我想 其实水会没有瓶颈 这个真正的关键点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瓶颈 因为它高度还没有拉上来 那你飞机 如果你是凭空在飞的时候 你很容易撞墙 你拉高的时候 其实你是海阔天空 其实有时候只是一念之间 那这个有时候会用谈天的聊天的方式 让它转个念 然后另外把它的情境拉到异地 让它去感受不一样的一个思维 其实有时候这些瓶颈 这些障碍点都是自己造成的 自己的观念把自己绑死 可是我已经在这个漩涡里 我怎么拉高 可以 我都还不能喘气啊 所以我都在讲说 这个当然就是一定要营造一个 谈话的空间跟时空的 这个场合 其实我想主持人谈这句话 我就用我个人亲身的例子 跟你们分享 我们有很多伙伴就约我 说我有事情要 类似公司或是碰到那个 结果我就请他们到公司来坐一坐 我到办公室聊一聊 大概聊了一个小时以后 我说 那你不是有事情要跟我反应吗 我说你有碰到什么困难 没有啊 没问题啊 我说为什么 解决啦 解决啦 这么简单 那这个其实真正的问题啊 刚才讲的 其实有很多都是心里的自己的设限 对对对对 他把自己绑死了 其实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啊 真正的问题是他自己心境的问题 是 那个问题主要是问题都可以解决 那什么不能解决 是你的心结不能解决 尤其我们这个行业啊 又是人的事业 你没有办法去面对所有的发生啊 但是你却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 往往都是自己的心情被卡死 是 因为一个人的心念啊随时在转变 对对对 本来好好的一件事情 这个心念一转又不一样了 没有 整个方向都改了 其实我们真的是呢 没有办法去接得上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念不转的话 你就在这个旋回里绕不停了 当然就要请黄总来做处理一下啦 也没有 所以刚才主持人谈这个 其实谁都会有瓶颈啊 谁都会有碰到困难啊 是 那只是说你转个念 那他需要的 也许这样讲 就把这个是讲得太那个 其实他们真正需要只是一个关心 关心 没有错 他们要一次公司 认同我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很多人进来说到底有事吗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在言谈的过程 他已经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尊重跟关怀 所以他出去离开的时候 我没有事情 我是要来跟你接一接而已 你不是电话讲得很难听吗 这个就是我就讲了 其实只是一个念头啦 人是讲感情的动物啦 而且我们常常提到说 基民三分子 对对对 尤其我们这个行业 又是人跟人之间的对待 是 真的啊 他要感受的是说 你对他的真心 你对他的关怀 他其实所有发生的一切 只是他的 奇毛之 奇毛之 没有过关而已 你说有没有真正的问题 没有问题 譬如说 现在在我们这个企业界里面 因为现在你们传播的就是一些健康的理念 带给大家也是健康嘛 无病无痛的这个健康的成长嘛 但是常常碰到的是哪些的问题呢 其实商品的部分 我们常常在讲 商品 我们今天在讲产品 其实真正在讲的 还是 刚才主持人讲 我们今天 是在卖一个观念 卖一个生活的 好的生活环境 我们绝对不单纯只是卖商品 因为市面上的产品那么多种 我们今天核心的价值是 新一美这个团队的文化跟环境 他到了这个平台 改变了他的一些习惯 包括饮食的习惯 待人接物的习惯 碰到这个这个 这个护持场的时候 他如何转念的习惯 还有另外一个 让他永远活在希望当中的习惯 所以刚才我讲说性格两个 一个是习惯一个是态度 从这个习惯的改变 他身体一定会好啦 你为什么身体会不好 你常常吃那些 这个不健康的东西嘛 晚上要晚睡啊 我们强调的是 这么要发脾气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有两个 我其实保一病之缘 我刚才讲 除了饮食 一个是情绪的控管 该刹车不刹车 我常常在讲 人有时候这辈子来 就两口气 一口气是年轻那一口气压不下去 一口气是老了那一口气吸不上来 所以我一直跟我们伙伴在分享这一段 就是生命的里程 从生活的里程到生命的里程 人生的下半场 我告诉他们都已经在过生活 生命了不只在过生活 如果只是过生活 那就是眼前的东西嘛 就是我今天要火嘛 我生存策略嘛 那你发展策略 已经要导入到说 其实到生命尊重生命 如何让我们的灵魂 跟我们的身体 可以同时往前 而不是只有经济往前 生活过得很好 结果年轻赚钱嘛 到了上了年纪 拿了年轻赚的这些钱 去跟医生 合作了 你赚的钱就是要看你的身体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灵魂跟你的身体同时前进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价值 我们改变了他什么习惯 饮食习惯 改变了他思维的习惯 还有另外一个 一个改变了他人跟人之间的对待 以前我们看到自己 我们现在协会的看别人 关心家人 我们会关心自己周遭的伙伴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真正 刚才主持人一直提到 价值价值 我提到的这个就是 连结在一起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价值 当我们已经缩小了自己 我们已经都在关心周遭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会很有力量 力量会很大 我会到回到学校去 我其实没有多余的时间 但是我后面只有一句话 如果我对这个环境 还有一点点价值 我还有一点点愿意 其实很多事情会 因为我们一点点的 不一样的思维而改变 是 所以只要我们自己碰到这个难题 你愿意去突破的话 心念要转变 当然 如果说你有遇到了这些挑战的问题 心理不平衡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最有力的 就是要寻找你自己个人的价值在哪里 才有办法 在很多鹤立人群当中呢 你自己才可以突出 所以今天呢 我们非常高兴 也就是说 我们朝阳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 学员教授 讲座教授 他也是我们新一枚 亚洲国际有限公司的 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 把他的经验来做分享 让很多人其实怎么样突破自我 那你的内心的境界 转念其实很重要 把个人的价值提升 这也是你往后人生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今天谢谢总经理接受访问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各位观众 谢谢 同时也感谢收看天下一家亲 佛菩萨开示 每个人都是趁愿而来 为知恩感恩报恩而续缘 祝福大家天下一家亲 隔天天下情 有不好意思 全身地下情 隔天奉 山下心 隔天奉 我代替个人 他也是 其实不爱 有论 他的人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